面对接着提问 武东镜闭口不谈 竟出手狂推媒体 不让拍摄 还坐视挥拳攻击 害得摄影记者差点跌倒 态度恶劣 甚至拿手机反拍 新关人兽前董座武东镜 戴名牌 牙神帽 墨镜 口罩遮脸 前后保镖护卫 墙角过去意气风发 出现晚会的姿态成了强烈对比 涉及投资不法案 律师筹备一小时 用汇款方式交保天价数字 以亿元 新关人兽旗下 新版杰石宝出租交易 日前遭金管会查出 违反多项缺失 检掉兵分多路 搜索18处地方 并约谈前董座 武东镜等17人 新版杰石宝主打 饭店式管理商务出租住宅 前董座武东镜等人 却在疫情期挪用资金 把杰石宝租给关系企业使用 害得新光人兽损失1.5亿元 不过两年前 金管会就曾针对 杰石宝的缺失罚过300万 如今两年后 检警又重新调查 这让令委赖石宝质疑 是政治犯案吗 难道是因为 吴东镜的女儿吴馨仪 曾是民众党副总统的候选人吗 吴东镜就是吴思荫的爸爸 现在换一个主委 又开始又来了 说这个是政治犯案 绝对是秉公处理 不会有任何的政治力介入 至于曾经参选总统的搭档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表示 会找时间关心吴欣银 我讲的人都不会相信 一年以上没有看过这个人 关心一下吴欣银吗 我去问他看看 只是选后搜索 似乎有些敏感 也难怪再也质疑 秋后算账 时间跟引发外界好奇 记者一位李多云轩新北市报道